哈喽大家好我是健哥 可能最近很多小伙伴发现 我很多视频都感觉是在加入制的 因为我老婆已经怀孕了 那么我就得监顾工作 同时还得照顾好老婆 所以就把我的小厨房改造成 专门拍摄视频的地方 那么今天主要是分享一副 一个外地顾客的Limber 特地就会过来 给我帮他保养维护的 他的初衷其实是想我帮他 寄给Limber的原厂去进行维修 但是时间因为太久了 需要一个月 我说要问你寄给我看看 有哪些问题 如果我能帮你处理好的 那么只需要一两天时间 我就能帮你搞定了 那么马上来看一下这副眼镜 到底有哪些问题 按照当事人的说法 它是有一个圈圈掉出来了 然后还有一个脚套脱胶 其实应该指的是这一块 有个小脱胶 其实这个不是什么大问题 然后眼镜戴起来还会往下掉 现在这样子也很难看出来 什么原因往下掉 多半是鼻脱跟勾尔的问题 有点问题 OK 现在收过来 反正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准备来开始动手吧 首先先把这个胶圈装上去吧 不然的话它就固定不了 就很难调 这胶圈其实还是比较好装的 它这里会有个卡口 然后是把这个卡口给固定住 OK 然后这个胶圈就固定住了 然后刚刚其实我叫了个闪送 闪送什么过来呢 把这个模板给我闪送过来了 因为刚刚它这个眼镜寄给我的时候 它没有镜片 整个镜头太软 调试起来效果不好 那么刚好这个尺寸我垫的一有 我就拿了一个模板过来 我先来解决这外张角的问题 那我们调这个外张角呢 我们就是要用我现在手上的这一把工具 这个工具呢 就专门调这个系列的 Limbo的专门配套工具 那有这个工具呢 就会好很多 非常简单 就把这里一夹 夹住这个位置 然后我这个手扶住这个地方 其实轻轻的都不费劲 帮你一收 进来了一点了 但感觉还不够 其实我们调镜架 就是要反复试 不敢太用力 也不敢太轻 太轻了没反应 太用力了怕调过了 再往里调 OK 现在来看一下 整体的角度呢 对称很多了 它就不会再往外翘了 所以功欲善其事 必先利其器 那当然 有时候其实用手调 我们也是可以的 因为Limbo 我们在接受官方培训的时候 用手去调整这个 也是非常常见的 就看自己的经验跟习惯吧 好 OK 外张角完了 我们再来先把这个 镜腿这个问题来调整一下 然后这个勾尔位置呢 正好我这个模特的情况呢 跟这个客发给我的照片 是有点像的 你们仔细看这个位置哦 这里余留了很大的一个空间 看到没有 它就镜腿太长了 因为不在我这里配的 那当时选了就没有选好 所以这个镜腿太长了 就有时候 它眼睛就容易往下滑 看到没有 稍微轻轻一动 就容易往下滑 很多人眼睛往下滑 就是因为这个勾尔的一个问题 所以现在我要做的呀 就是把这个勾尔的弯度呢 要给它正好 在这个地方给弯起来 然后呢 会弯的非常多 因为太长了 好吧 马上来操作一下 我们从这个角度看呢 顾客的耳朵 大概是在这个位置 但是你勾尔在这个位置 所以呢 等于是我要把这个勾尔的位置 往前移 往前面移 那首先呢 就得先把这个东西啊 搬直 好 我们搬直 就先把它调整直 指手 我一般就固定住这个压紧 然后呢 大拇指顶住它 然后开始慢慢的 反反复复的把它搬 然后呢 这个位置啊 很多人说 为什么不用工具 说实话 我调进腿啊 首先都是只用手 那这个脚踏这个位置 而且呢 我也不知道有什么工具 可以去调它的啊 尤其是Limber这个位置 所以Limber啊 工具再贵 有些东西呢 还是也要靠手 OK 整体来说 它就比较直了 比较直之后呢 刚刚现在这个位置嘛 太长了 所以等于是要往前移 移到这个位置 好 那么二次调整完之后呢 可以看到这个弯都会更浮贴 当然跟这个模特比差一点 但实际上顾客的耳朵呢 是长成我现在调整这个样子的 对比不明显呢 给各位看一下这一边的 这样子就很明显了 这里呢明显是有镂空的 所以呢 其实如果说你两边都镂空的话呢 它眼睛带久就容易往下滑 你看 现在呢 现在呢就这一边明显花了多一点 就是因为这一边没有勾好 其次呢 我一直在跟大家强调 镜腿长为什么选择很重要 如果说你镜腿本身选太长 虽然我们也可以调整 但是调整完之后你会发现 这后面长了一大截出来 那么这耳朵后面就很不好看 不会很弯 而且我取下这给各位看看啊 这个时候当我把眼镜合起来的时候 你会发现这个镜腿就成这个样子了 很丑 但是呢 起码就带的舒服了 这是如果说你已经在选择了 比较长的镜腿的情况下呢 我们只能透过这种方式去帮你做调整啦 那我镜腿调完之后呢 现在就两边就会比较对称一点 OK 就会比较对称一点 那因为这个 这是一个相当于一个老外的头型了 这一侧其实还应该再往里收 才服贴这模特儿 但是大部分呢 我们的脸型这里没有这么窄啊 而且这顾客的头其实比较大 所以余留一点空间 接下来呢 调完之后啊 就解决它这个镜架贴脸的问题了 马上来看一下前倾脚该怎么调 那么前倾脚你看 我现在镜腿水平来看 你可以发现这个镜片呢 会往前倾 这个角度越大 就在代表这个前倾的角度越大 下面就越容易贴脸 所以呢我们要调成尽可能是有点接近于这个形状 那么呢 贴脸的情况就能得到有效的改善 那么调田青角呢 一可以靠工具 二可以靠手 说靠手容易调坏的都是经验不够的 因为Limber的培训师也是用手调的 工具也是可以用的 就全看自己经验跟喜好 那么先用工具来模拟一下 它是有个尺寸的 每个尺寸不同 那么这一支9707对应的应该是这个3.7的 那么这边工具调好之后呢 我们来放桌上看一下 因为前倾脚产生了变化 所以其实它的高低也就不太一样 看到没有 我有点翘 我有点动 OK 那么接下来就用这一边 这一边呢 我就不用工具调 我用手调 调坏算我的 那么这一下呢 一样一个道理 用工具要是往下翻 我就把这里往上扶着 保护好 然后直接往下压 OK 好 现在整个平了 你看这一面是平的 这一面是平的 所以一边靠工具 一边靠手 代表两种方法都是可以的 全屏自己喜欢 重点是能把眼睛调好 是最重要的 其实这个系列 它前倾脚可以调整的角度 真的是比较小 因为全屏 双头跟进腿 中间余留这个缝 那可以看到 这个缝真的很窄 当它调完之后 这个缝用完了 代表这空间就没有了 那么调鼻拖呢 我们就需要用到这两把工具 这个其实是一个尖嘴钳 只不过上面加了一层胶 这个胶呢 我们有时候是不是要更换呢 过去我们自己常用的尖嘴 是长这个样子的 这样子呢 我们就怕容易伤到竞价 夹久了 夹用力的会有痕迹 所以我就没有用这个 我们用Limber配套的 然后这个呢 是专门用来夹鼻拖 我们去调整它这个转弯的角度的 顾客脸型头比较大 所以现在虽然是对称 我打算把这一块再往它 给它往外扩一点 因为这样子还是会有点夹头 所以先把外张角再重新往外调整一点点 整体的弧度就开一些了 明显有点往外扩 然后呢 这样就配它舒服一点 然后是四平八稳 四平八稳 OK 鼻拖对称 看一下刚刚好像一个问题好了 现在也平了的 现在两个进腿合起来也都是收拢的 好 那么这幅眼镜虽然调整完了呢 但毕竟是远程的嘛 我只希望自己不要失手 那么另外一个话题呢 就是说这个眼镜调整 不管是用工具还是用手 还是今天大家看到我的手法怎么样 这个都是根据自己的习惯 有所不同 希望同行勿喷 好吧 那么最后我想强调一下 不管用什么方式 最重要的是帮每个播的眼镜去调整好 那么我从业也有十多年了 不敢说我是最专业的 但绝对也是专业的一员 如果你有需要 那欢迎随时来找我 好吧 那么视频的最后呢 老格局 你的点赞跟关注 使我持续更新留言动力 我是肖哥 我们下期见